大家好,我是木星,我们接着说出马仙 这是关于出马仙起源的最后一期视频 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们会严谨地按照学术理论 引经据点,为各位说明出马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这期视频只说科学人文方面,不提玄学 归根结底呢,还是推论,无法得到真实验证 所以每一个观点只能算是假说 有兴趣的朋友点个赞,没兴趣的朋友点个彩 往期的两个视频,一个只是讲了它的神秘性 另一个是讲了官方对它的看法 两个视频都是讲历史故事,并没有明确的点名起源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引用的都是真实史料 所以,是真的 出马仙真正的形成起源,就是清朝初年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异族统治 所以在很多传统习惯上和汉人不一样 在满清入关以前,满族人一直在东北游炼 他们的食物来源和一切物资都是来自于飞禽走兽 所以就有一种对于林间野兽的自然敬畏 因此呢,东北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膜拜动物神灵的传统 萨满文化嘛,不只是满族 几乎古代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对飞禽走兽的神话膜拜 这种膜拜最开始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风衣足食 而是为了医疗 是,就是为了治病 在人类文明初起,巫师和医生是同一个职业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就认为,疾病是鬼神的惩罚 想康复,就要让通灵的人来处理 所以时至今日,中国出马仙大部分在民间的作用 还都是为了治病,比如儿童惊吓,精神疾病,或者疫症 当然你说如果真有病啊,该上医院上医院 我只是说有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一定管用 那出马仙如果能治好艾滋病了 那明天世卫组织总部就得搬到铁岭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出马仙不等于萨满 他们是独立的关系 萨满文化对出马仙有影响 但是出马仙最初形成,并非萨满 是在中国华北民间动物成仙信仰的基础上 在家萨满教和道教的影响才形成 所以出马仙真正的起源,是中国华北平原一带 这一点很诧异哈 因为往期的两个视频里面 五个幽民之主,我们都说是来自东北 其实不是,是来自于关内 而且有文献证明 东北的出马仙就是关内带过去的 日满时期,有一位日本学者在东北生活 名字叫,呃,对,就叫这个 他写了一本书,叫《满洲的街村信仰》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 胡仙是随着移民而传入满洲的崇拜 这个移民,指的不是日本人 而是中国官内的人 啊,华北一带 其实大部分就是山东、河南、河北人 这些百姓移民到了东北 把出马仙信仰 或者说是把动物成精的信仰 带到了东北 在此之前呢 东北是没有这些仙家庙宇的 而且东北在清朝末年以前 很大几率是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宗教文化 为什么呢 大清开国初年 满族人举国搬迁到了关内 那关外基本就没人了 所以东北的人烟极其稀少 那与此同时呢 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军事封锁 修筑了一条千里防线 用来防止百姓进入东北 任由东北的山林茂密 草木蜂长 尽管土地肥沃 猎物成群 也不许百姓进入 因为按照风水理论 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 也就是风水龙脉 它代表了大清朝的气韵 在东北开垦荒地 或者进行移民 就会开山铺路 那这种行为就会破坏掉风水龙脉 进而动摇国本 所以清政府从1638年开始 严格限制百姓进入东北 一直到咸丰十年 也就是1860年 整整222年后 近千万汉人为了生活 背景离乡涌入了东北 迫于现实的压力 清政府宣布解封 其实这是一方面的风水说法 从政治上讲 这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就是满族人 他从始至终都防范汉人 他也知道汉人不喜欢他们 想的是将来一旦有一日 真的变天了 大清要完了 就退回东北 固守关外 因此才绝对的控制东北 不让汉人渗透 所以这就是满族人 给自己留的后路 反观华北地区 自古以来人口稠密 以汉人为主要居住群体 之所以能诞生出马仙 也是因为这里 有2000年的佛道文化积累 那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百姓对鬼神理念接受度高 他百姓信这个 再加上汉家文化里面 一直就有动物成经艺术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信仰 那更大的原因就是 这个大清朝啊 是典型的国富民穷 国家是文明富强 但是老百姓贫穷愚昧 所以清代百姓信仰出马仙 和人类文明初期 找无疑治病 这没有区别 清朝政府也早就注意到了 出马仙文化 并且对此完全无感 地方史志有记载 其调宠四荣 胡舍蜀胃 愚民有病横言之 你看地方史志 直接称信奉百姓为愚民 说明官方对这种事情的态度 肯定是不信任的 那政府为什么不制止这种行为 那是因为 这些人单纯的给百姓算命 看病赚点钱 只要不成组织 不威胁政府 别像白莲教 天理教那样动不动就起义 动不动就造反 朝廷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清朝时期的出马仙和现在区别很大 最开始的出马仙做法并没有太复杂的形式 你比如说清朝乾隆年间 纪晓兰在自己的月威草堂笔记里边有记载 所以大家看 其实清朝初期形成的出马仙做法很简单 就是看箱头 或者直接念咒 为人算卦治病 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仪式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提起出马仙 很多人就感觉神秘莫测 做法复杂 甚至会想起一个词 跳大神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老太太 拿着鼓又蹦又跳唱着东北小调 是 这就是由于萨满文化的影响 视频开头我们说了 出马仙和萨满教不是一回事 是萨满教影响了出马仙文化 那萨满这个词 最开始是智慧和探究的意思 但是后来又有了兴奋和疯狂跳舞的意思 在萨满文化的宗教仪式中 神职人员 会用非常具有热情活力的舞蹈来联动天地 但是在汉文化里面 宗教仪式是庄重威严的 是不容轻浮的 所以就算有舞蹈 也是雍容华贵 徐徐展开 并不张扬 其实就是没有活力 那当时的社会呢 都是穷苦百姓信仰慈道 所以他们看不懂那些规模宏大的中原宗教仪式 曲高和寡 太高雅了 他不接地气 而随着满人入关呢 萨满教开始传播 民间百姓一看 这行 太接地气了 又唱又跳 太棒了 于是受到萨满舞蹈的影响 现在有一部分出马仙施法者 确实会进行唱跳 他那个唱词很有意思 先不管玄学不玄学 单凭艺术性 我非常喜欢 那给大家放一段 一小段 大家感受一下 哎 哎 你看到 文文了那么大 不振鞭子顶 啊 堂前装过 三趟 我被帮兵 有了吗 这回我都做吧 那几分王的鼓 目前国内的出马前分成三大门派 分别是 华北一派 天津一派 东北一派 每个门派信仰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华北地区信仰呼黄百柳 没有灰 天津地区信仰呼黄百柳灰 有老鼠 东北一带信仰呼黄长蟒碑 这个长指的是蛇 也就是柳 但是这个蟒指的也是蛇 是大蛇 蟒蛇 因为在东北人看来 这个蛇和蟒蛇也是有区别的 这个问题我还专门问过我东北的朋友 他给我的回答是 蛇也是会修炼的 那我们常说蛇大为蟒 蟒大为燃 燃大为骄 骄大为龙 所以认为蛇和蟒是两个不一样的物种 至于这个碑指的是什么呢 鬼魂 有点惊悚啊 关键这个鬼魂它还不是家里的仙人 而是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鬼魂 然后人来供奉它 是不是稍微有点恐怖 最后一个问题 出马仙为什么叫出马仙 它为什么不叫别的 嗯 其实出马仙也有别的名字 而且有很多 比如顶仙 仙 仙家 香头 等等等等 不一样的地方叫法也不一样 当然我听我朋友说 好像出马仙和顶仙也是有区别的 至于出马仙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说法很多 但是有一个说法我认为最有可能 我们刚才说出马仙文化真正发扬光大 是深受萨满文化影响 所以这个出马仙名称是来自于满语 茶马 这两个字翻译过来 就是萨满的意思 但是又有人说是萨满神之祭祀的意思 由于中国研究满语的人很少 我也不知道正式含义 所以有人说最开始出马仙是称为茶马 但是汉人呢 把这两个字念白了 就念成了出马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词汇啊 都是来自于满语 比如嘎拉 萨奇马 迪古 马子 知冷 忽悠 还有很多 其实这些词语 它并不是来自于东北话 而是来自于满语 以上呢 就是史料记载和理论上出马仙形成的原因 是法师的分析拙见 不代表就是正确的 出马仙的内容 浩如烟海 关于起源呢 就先给大家讲了两个往期的故事 以及这样系统的为大家说一说 出马仙系列呢 就先更新到这里 其他文案暂时不更新了 以后呢 以后有机会吧 再给大家更新 行 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各位关注 再见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